下午好各位 2022年5月21日 昨天休息了一天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西藏日喀泽市江兹县的县城 现在咱们所处的呢 是县城中的一个广场 叫做民族团结文化广场 上面有一座宫殿啊 看起来很像布达拉宫 这套宫殿呢就是宗山抗英遗址 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去看一下 广场的中央有一座纪念碑 上面写着江兹宗山英雄纪念碑 这座石碑呢 背后也是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1903年英国借边境问题入侵西藏 并在次年呢占领了我们眼前的这一座江兹城 后来呢还出兵围困我们眼前的这一座宗山古堡 当时的西藏人民呢有一支部队 奋起反抗 利用自己非常原始的武器 土枪啊土炮啊 同英军展开殊死的搏杀 最终全部殉国 我们眼前的这座纪念碑 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次英雄的事迹而设立的 咱们这会儿呢就登上这座宗山古堡 上去一探究竟 夏天终于来了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 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立在悬崖绝壁上的古堡 名为江兹宗山古堡 位于西藏日喀泽地区江兹县城中 古堡所在的石山名为宗山 宗过去在西藏也是一种行政单位 相当于现在的县级 到了售票处 看一下这个多少钱啊 那个售票处是关着门的 没有人 然后这个地方呢 写着施工工地 禁止入内 这里是不能上去的 那我们绕一圈吧 看哪个地方能上去 应该可以上去 刚刚问了一下这边的工作人员 好像说这个古堡是封闭的 游客暂时上不去 那好吧 我们就围着这座山转一圈 这里好像是有一座寺庙 古如拉康 走吧 进去看看 这里面是一座寺庙啊 里面有很多的人在送金 我们就不进去了 打扰人家 拉兹步行街 顺着步行街走一圈 走着走着就下雨了 这里的天气阴晴不定 街上的人不多啊 但是人家这个房子盖的就很有特色 本来还想拿无人机拍一下上面那个古堡呢 但是这个县城啊 这一六边全都是禁飞区 无人机是不能飞的 所以只能用手持设备了 沿着这条步行街 这里有个小坡 应该是能上到宗山上面 走一下试试 我们眼前的这座城堡 在旧时代 其实就是江泽当地的县政府所在 解放以前 西藏是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所以宗山古堡 既是寺院 也是行政机构 红白两色的建筑样式 看起来宗教色彩非常浓郁 站在这个半山腰 就可以俯瞰到江泽县城 江泽 藏语意为胜利顶峰 这个县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日喀泽市 地处西藏南部 主要是藏族同胞聚居 从高处俯瞰 这座县城位于一片高山峡谷之中 城中绿树成荫 生机盎然 并不像我们来时的一路荒芜 江泽县 整体的海拔不算很高 平均只有四千米左右 因身处盆地 干湿剂分明 所以比较适合发展农业 但是全县同样是地广人稀 377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只生活着六七万人 沿着步道往山上面走一点 视野会更好一些 天上下雨了 让小熊先回去了 咱们往上面走一点看看 江泽县在西藏被称作古城或英雄城 这也是中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1940年 英国帝国主义侵略西藏 就曾出兵包围攻打过 我们眼前的这一座宗山古堡 而当时的江泽人民不畏牺牲 浴血奋战 在这片土地上 谷写了一曲 英雄赞歌 阿欧施工种地 闲人免进 好吧 下面上来一个藏族大哥 待会儿看他能不能进 如果能进的话 咱们跟着他进 跟着这位藏族大哥 一块儿进去看看 他们是在这里修房子的 到了这个山门了 看起来好壮观呀 拉兹县城尽收眼底 算了 里面是项目布 我们应该是进不去了 而且这会儿雨越下越大 回吧 那个地方好像是一座寺庙啊 但是也有很长的一段城墙 看起来非常漂亮 回城的途中 雨势越来越大 好在天气已不算很冷 第一次来到这座英雄城市 就遇到连续降雨 似乎老天也跟我一样 在为那些牺牲的爱国勇士 默默哀悼 我是冬瓜 正在两人一车 自驾阿里南线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 就是我此生的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